据外媒13日报道 美国农业部当天证实 中国私人进口商新采购了一批美国大豆 重量为20.4万吨 而在此前一天 两名贸易商称 中国私营企业12日至少购买了10船美国大豆 总重超过60万吨 这是中国私人进口商一年多来下的最大一单 计划从10月至12月发货 同样在12日 美国农业部报告称 中国在截至9月5日的一周里购买了10878吨美国猪肉 为5月以来单周最多 报道还称 这些贸易是近期局势可能正在缓和的一个迹象